在经过了上周日激烈的厮杀后 东方卫视中国梦之声全国十强最终脱颖而出 7月22日新鲜出炉的全国十强在上海举行了媒体见面会 出席活动的人气选手央吉马和James是一脸的疲惫精神状态十分的不佳 上周十强争霸赛的主题名为改变自己 女神央吉马首度挑战流行歌曲 一首王妃的催眠却是唱的大失水准 观众们纷纷表示很失望 面对质疑 央吉马现场爆料 在选歌方面自己是被迫妥协 最后我选择唱这首歌是因为需要 就是可惜男人都希望能唱这首歌 他们也是希望就是他们相信我能够做到 所以才能够唱这首歌 刚刚开始我是抬讯了 但是我觉得没有就是后来想听完以后我觉得 就其实可以不用抵触跟抬讯 那么就一切就按着这个就是按着这个步骤走 在这个过程当中肯定会有说过 肯定会有作者也好 动作也好 所以我是我觉得现在准备的 下一场对 下一场对 方向的更好一样 我们的幸福就能支持我 除了央吉马大事水准外好友James也是一波三折 在表现不佳出现破音妄词等情况下 James凭借着超高的人气 送走了对手何大为 观众们直呼悔三观 James却是依旧自信满满 就是从我的后遇感应当中肯定会这么不好 所以是这样 所以一定过了 最近已经过了 所以两步会想太多 但是下次会比较好 面对不公平的赛果 选手苏丁奇和一向直爽的导师韩红 正在微博上公然炮轰 虽然没有指名道姓 但是矛头却直指James 逼迟了的James 棒出了一句狠话 立马得到了学员们的大力支持 说你说你的表演不好 不是表演 我也知道 昨天是不好的表演 所以我不需要别人表达 谢谢 咱们跟老师也发了没有 但是没有什么点心 咱们老师说 该走的没走 该留的没留 你就对 他就说他来专业 我觉得我一定回到 我没错 只是别人要听到的 才能听到他的习惯 这是他的证据 他的证据 这样